叶嫂子 诶 王珠呢 出门钓鱼去了 有什么事 我想问一下你 嗯 外面这些船呢 啊 说王珠从来无知下来了 嗯 嗯 对下来了 真下来了 嗯 哦 这样的哦 嗯 这南京山的房子 当我借给你们的 对对 这一借 怕少了十年了 呃 呃 这好像是有十年了 好 你不说房子的事啊 我都忘了 前两天呢 你王珠还在说这个房子的事 应该管过来嘛 对对对 毕竟呢 你王珠也转正了 那个房子有点小 哦 钥匙在这里 你带回去吧 是 是有点小 回去的有点小 走北京到别墅嘛 哎 算了算了算了 哎 早上 我听说十万好 现在到别墅啊 是我朋友介绍的 嗯 结果我住进去之后啊 发觉一拿拿都不得劲 哦 生意越多越差 一落千账嘛 哎呦 结果完了之后 我找人帮我去看了一下 好 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 怎么说的 他说那块地啊 是风水宝地 好 但是呢 要有大富大贵的人 才能真的做 哎呦 这个人啊 必须是熟虎的 而且是七十年的虎 好 我听说王珠是七十年的虎 啊 对 那一定要帮我这个忙啊 我这两年真的是太难的呀 啥子 哎呀 这么大的事啊 我也决定不了啊 你 你得给王珠说呀 行嘛 等王珠回来了 你们两个一起看一下嘛 好 这个 哎 你那个房子还装修了吧 哎 装了 装得漂漂亮亮的 金装 你忙碌走就行了 钥匙我给你带过来 哈哈哈 放放那吧 啊 那个钥匙你带回去哈 这个 这个你拿拿给你做做库房嘛 这个王珠不是有很多 过去的酱箱吗 还有收招品给你放一放吗 啊 那我就先过去了哈 那那我送了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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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